好多骑士会在安全帽上面装行车记录器 避免发生事故的时候找不到证据 但是要小心啊 这样改装安全帽的行为 现在可能已经处罚 马路如湖口 不少机车骑士都会在安全帽上 加装行车记录器 也有的会加装蓝牙耳机 一来一会方便 二则因为遇到事故 还能留下证据 不过有议员在连续上分享一则交通部的公文 让机车骑士火气很大 公文提到安全帽表面不得超出五厘米 如果有自行加装摄影功能的3C产品 或者其他增加美观的装饰品 可以到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六项 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进行举发 一颗不是随便都两三公分吗 要怎么装 为大安全帽我现在有大安全帽啊 你说为大安全帽 那依行政解释上说你扣子没有扣 那个你罚我没有话讲 明明就是为了自保而添购的装置 现在却成了违法试证 让骑士们很难接受 对此交通部制结构前没有回应 而经济部标检局在强调 一切都是依照国际惯例 标检局表示 机车突出物可能会造成 骑士发生意外时颈部受伤 而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全台共有一千三百九十九万辆机车 占比百分之六十三 近五年事故率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去年更是飙到了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六 创下历年新高 其实安全不能马虎 但是否能在事故后自保和交通安全之间 做出权衡 这回政府机关可真该好好聆听人民的声音 华人新闻万山张照远台北报道